先來看今天的句子。 先念過一次。 Buddhist, politicians and diplomats gathered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yesterday to celebrate Mother's Day and the 2633th birthday of Sākhyamuni Buddha. 先解釋意思。 Buddhist就是佛教徒。 你看這個字跟那個字很像。 Buddha就是佛陀。 然後佛陀的弟子叫Buddhist,佛教徒。 Politician就是跟這個Politic很像政治。 Political. Politician是政治人物。 Deprimal就是外交人員、外交官。 Gather是聚集。 Presidential是總統的。 Office是辦公室。 就是總統府。Presidential building。 或者是Office。 有人用Presidential building。 那慶祝母親節還有第2633年的這個Sākhyamuni日。 世交摩尼佛。 好。 那麼這一句應該是不怎麼困難的。 我們知道這三個沒有問題。 這是主詞。 這個Gather是聚集。 當然是動詞。 好。 那這一個In front of, 這合起來。 這個片語。 這個叫片語介系詞。 這個片語, 合起來。 它的功能變成是一個介系詞。 好。 在什麼前面。 那麼這個介系詞。 In front of the presidential office. 這個介系詞引導的叫做介系詞片語。 這兩個不要考慮。 如果是有三個字合起來的, 變成是介系詞的功能。 這個是片語介。 那這個如果是他引導一個片語, 它就是介系詞領導的片語。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那the presidential office。 這個當然是修飾他的。 然後這個office。 在什麼前面。 這個是他的介系詞的秀子。 那。 首先。 還是重複那個符頌。 你遇到這個。 好。 這些主片。 你。 你。 要怎麼辦咧。 說。 這個片語畫出來再來要怎麼辦。 跟前面的是比對。 對不對。 前面有沒有名詞。 沒有。 所以他不可能是形容詞片語。 不可能。 那前面一比。 是動詞。 所以他馬上是什麼。 A、D、V。 表示什麼的。 表示這個具體動作的。 地點。 好。 所以這是這麼這一招而已啊。 你片語。 把它畫出來。 跟前面比對。 就這樣子而已。 再來。 Extreme。 Extreme。 Extreme字。 副詞。 表時間。 然後。 這是。 修飾哪一個字的。 Gather。 然後。 時候具體。 昨天。 再來。 又是一個單位。 反正那個就是。 不是不定詞片語。 而不能是繼續詞片語。 因為我們大概是這樣。 那你看哦。 這是不是一個單位。 慶祝母親姊和佛誕。 是這樣。 那這個不定詞是不是。 片語。 就這樣。 這是主幹有沒有。 V-O-J-A-V 是主幹。 我們說主幹後面還有可能接其他。 有可能是修飾語。 對不對。 有可能是修飾語。 有可能是指接受詞。 見接受詞。 很多可能性。 那我們要來看看。 先看整體好了。 這個。 這個單位跟前面的字比對。 它會修飾Extreme嗎? 是嗎? 是慶祝母親姊的昨天嗎? 不是。 所以它不是ADJ嗎? 對不對。 那麼它在跟前面比。 如果是名詞的話。 你就是翻證形容詞看看。 你看。 那慶祝母親姊的總統府。 總統府嗎? 也不對。 這個Presidential Office也不對。 那。 那。 OK。 再往前比。 當然不會跟介系詞比吧。 所以就是跟這個動詞比的。 它。 你大家想想看喔。 聚集跟慶祝。 這兩個有什麼關係? 聚集是為了慶祝。 這兩個有沒有關係? 這兩個字有沒有關係? 有齁。 這樣就對了。 因為。 我們聚集在一起是為了慶祝嗎? 所以它。 這兩個字明顯。 這兩個相關。 這樣。 你。 讀。 英文就可以讀到相當的精準。 那。 你知道。 如果是跟動詞相關的話。 你這樣就是寫ADV啊。 不死片。 就是動詞嘛。 表示什麼? 表示。 Guard的什麼? 動詞。 動詞。 目的。 都可以。 可是它的目的。 它具體的目的是什麼? 因為文法書比較常寫的是目的。 動詞也對啦。 可是它常用說。 不定詞通常可以表目的。 我去那邊是為了做什麼? To do something. 這就是目的啦。 OK。 所以。 這樣子就出來了。 那每一個。 每一個環節都有。 把它分析得很清楚。 再來。 最後一步。 一步。 是比較。 進階的。 你要把每個字都分析出來的話。 這個。 mother state 是。 跟它有關係。 是。 celebrate 和 the souls 。 對不對。 對不對。 然後這次連接詞。 那當然這個佛誕。 佛誕當然也是celebrate 和 the souls 。 慶祝那個佛所的生日。 所以它也是ho。 誰的生日。 赤加摩尼佛。 當然是。 這個of通號。 就是形容詞的。 因為它前面都是名詞的。 這樣子。 這個赤加摩尼佛是單位借歐。 然後這個是。 敘述一定要加的。 這個敘述修飾的是。 好。 像是。 它的。 螢幕兩人。 好。 這樣。 有沒有問題。 好。 沒有問題就上到這邊了。